大家好,我是亮亮 今天是7月19号 前两天我把我们家院子的遮阴网给它摘了 因为成天是阴天 仅有地点阳光再给遮阴网遮掉 我觉得对肉肉的确是不太好 揭开了遮阴网之后 院子确实亮淌了很多 今天也没有雨 我终于可以好好地看看我的肉肉了 今天就看一些在这个多雨的天气 变化不太大的肉肉吧 首先来看的是这盆美性紧 它的变化真的是不大 买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 现在这笔刚买来的时候硬挺了一些 在我眼里美性紧 这是一种比较优雅的肉肉 颜色,形状各方面都比较淡雅 我一直形容它是一位知性的美人 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些像呢 这是一盆丘比特 丘比特真是比我刚买来的时候越长越好了 虽然它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涂长 但相比别的它已经涂 它已经涂得是太好太好了 颜色有些消退 但是也是比原来硬挺了很多 它为什么叫丘比特呢 是不是因为它叶片的顶端有点像心形的颜固呢 紫色系的多肉 这夏季真是变化还不算太大的一种肉肉 很值得大家找几款多养一下 这一盆小彩虹 买来的时候是一盆金控的 但是买来之后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忘了给它栽了 就是把它粗粗的放在花盆边放了一个多月 那时候很蔫很尾 后来发现了把它栽进盆里之后 淋了几场雨之后 现在已经完全的浮了盆了 颜色也是有点退 但是变化还不算太大 大概等到秋天的时候 多晒晒太阳 它会长得更艳丽一点吧 这盆桃美人 胖嘟嘟的 白中间糟糟带一点点粉 这桶变化也不大 前面这一支 有点长有点悬崖庄的味道 上面这个头是有一次不小心碰断了 但其实这一盆的形状是比较怪异的 说小盆不像小盆 说那个悬崖不像悬崖的 其实我觉得底下那个悬崖庄 我都可以把它移到另外一个盆里 这盆的形状会不会更好一点 这盆粉叶螺是一种沙漠玫瑰的一种 它令我着实是有点意外的 因为刚买了它的时候 它是全粉的 买了也很贵 但是后来夏天它就长得不像样子了 一点也没有形状 绿绿的一大盆 没想到到秋天了之后 我给它断了水之后 它现在颜色都慢慢变粉了起来 不过令我最担心的是最大的那个火头 那展开的就是一个花剑 这盆就是我曾经花剑展开的样子 那时候我任凭它的花是静开 所以它又长得又高 有手 这次我不能随着它的意义了 花开了之后就赶紧给它剪吧 再看看雪精灵 雪精灵真是一盆非常不错的肉肉品种 颜色没有推 形状也没有推不错 好像比刚刚上盆的时候长得还要更好了一点 这一盆 这个品种的确是一种入手不亏的肉肉 秋天的时候 再养一盆吧 看起来变化不大的肉肉 怎么不看看这盆肯尼迪呢 这盆肉肉真是太好的一个品种 我就是越来越爱它了 它其实搁在我们家雨棚的边上吧 每次虽然头顶后有大伞遮着 但是它避免不了的还是不会被淋到雨 但是即使是这样 它的变化依然不大 从里到外都推着一股仙气 这是当初我养它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 旁边的这一颗蓝色腰肌 蓝色腰肌情况跟它差不多 也是属于半路养的状态吧 但是它的情状也是 现在比是刚上盆的时候越来越好看了 虽然长得有点瘫 有点大 但是外面那层红边边和外面淡淡的一层红色 还是让它不负蓝色腰肌这个名字 把蓝色腰肌和肯尼迪两个美人放在一块 一个腰肌一个仙子 有的时候这是越看越养眼 变化不大的 也不能忘了这一盆阿伦培和不化妆的拼盆吧 这一盆真是跟我当初设想的一点都没有走偏 一红一绿 一直就这么相应成灰 其实这一盆相当于是完全露养了 因为它在花园雨棚的最边上 即使给它遮雨也只能遮雨很小一部分 但那个位置好在它的光照一直是比较好的 好了今天就看到这里吧 明天如果是个天气好一些的话 咱们还可以接着看 大家再见啦